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6日0点26分联合报 记者林颂以晴,新北报道中华电信刘家伟得到全场最高的15分 记者于成汉,摄影分享电信女蓝对刘家伟蜡烛两头烧,身兼HBL南山女蓝助理教练的她,上个月底才带领南山挺进小巨蛋 昨日对台园队在攻下本季新高15分,8篮板,绿队71比49击败台园,收下本季第6胜,紧追在龙头国泰队之后 下周末将带领南山拼关,刘家伟在WSBL赛场尽好电信队长本分,昨日碰上台园,四节率领球队打出一波念二 比九攻势,打破首节的僵局,此意外带四超节,三足攻,莫杰一次精彩篮下转身,更让全场球迷惊呼连连 教练,球员身份转换,刘家伟坦言的确不轻,上周南山女蓝八强赛,晚上六点打完我 继续赶练球,确实很累,但这是我选择的工作,也希望能将学到的东西传承给学妹 执行教练黄小杰表示,刘家伟虽然并不会有爆量性的得分演出,但却是球队仰赖的内线,进攻,防守篮板靠他 巩固,适时的外线冷箭,尤其在分数陷入胶着时,够有经验替球队将差距拉开,是球队不可或缺的角色 中华电信文奇左替补上场得到11分 记者于承翰,摄影分享中华电信黄湘婷左切入时被台元封心连又赏了一个火锅 记者于承翰,摄影分享中华电信徐千惠左切入时遭到贴身防守 记者于承翰,摄影分享只要5秒多功能运动手环,限量运动包,等你来拿分享分享留言列译